平工兩年的大巨蛋 現在傳出獲得台灣建築中心的 防火性能避難審查 也就是說大巨蛋現在有機會全面復工 大巨蛋裡的工人忙著打磨鋼筋鏽時 因為遠雄正在力拼復工三部曲 聚船第一階段已經完成 將由內政部營建署評定 如果順利的話 還能向市府索取復工門票 巨船中心講的任何的修正 遠雄通通都接受 哪怕它這邊已經有一些是遭受到 市政府的一些氣象基準的干擾 遠雄生態放軟 答應減少百個停車位 和市值70億的商場面積 還新增10個樓梯來加強安全逃生路線 銀行團不支持的時候 這個案子早就停擺了 結果可能是300多億了 你越延越多問題就越多嘛 所以這個應該是要當機立斷 這個巨蛋擺在那邊到現在為止 是國際的大笑話 不過想要復工 甚至還有建造環評和都市設計審查 三關要過 市政府是不是願意 那麼協助遠雄能夠很順利的 來完成建造變革程序 我們在去年的9月 雙方就已經有達成一個協議了嘛 就是只要是第三方公正單位 要求修正的 那我們雙方就按照第三方公正單位來做 遠雄把球丟回給北市府決定 但獨發局長林中銘卻回應 復工時程不是核審的人決定 而是送審的人 讓大巨蛋持續歹戲脫棚 希望說它可以被完工 不要一個 完成到一半的東西停在這個地方 拆掉 8800億都在做了 這個300億算什麼 不論是拆是蓋 時間一天一天過去 付出的代價成本 最後還是全民買單 東三台經新聞 江明星 林恩任 台北報導